水下30多米遇见清朝古墓群底 资料有多可怕 这次可怕的潜水经历位于青江平洛湖 当我们看清石碑文字后 才发现这处古墓并不简单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 还原最真实的北纬30度水下奇观 这时候我们是在 靠近这个家庭院 靠近一个多小时的水面狂飙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前点 传说这里就是水下古墓的具体位置 今天我们的船长是大毛 已经冻了舌舌发头了 话不多说 安全操作 我们开看 别多别多 把隔好 面筋 做好准备开始下潜 穿越浑浊层 到达水下三十二米能见度可达十米左右 调节中性 不得不说咱们青江水质是真好 糟啊糟有啊有 开始对传说中古墓群地毯是搜索 非言翘脚石伏目典型的土家族古墓 在那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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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有魚 你抓了一點這個草石 而且那個黑皮魚 他在拆了 他在冒雨給我幫他看 他在那裡拆一拆了 我想,大門為了要踩到他那裡 車怎麼有固執體 黃老人,這個位已經被爆了 走走走 快點 沙漾已经窗户了 这里还有鱼线 鱼线 鱼线 空中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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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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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